本土疫情延烧民众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防疫服务小组 由立委蔡碧如负责医疗咨询邱成远负责产业纾困 高宏安负责科技防疫赖湘林负责劳工弱势 张其路负责校园防疫为民众提供专业协助做民众最坚实的后盾 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一个状况 目前我们医院的病床与人手不足 该给床的没有办法给床 甚至延误就医时间道出人命 第二个政府的长照外包的交通司机 人手严重的不足 到底要有来接送这些确责案例的这个病患 第三居服务员的人手不足到底谁去帮忙 第四1922跟地方卫生局的接线能力不足 类似这个基层的人员咨询电话打不通 确诊跟居隔的民众求助无门 第五药房协助居隔者送药以及试剂 外送能力也不足等等的离奇现象 都是现在目前的一个 这个社会的一个乱象 最担忧的现在就是自主应变之乱 到底要怎么自主应变 自主应变如果做错了 会不会被处罚 会不会有罚则来伺候我们 这是大家心里最担忧的 如果劳工懒疑 因为职场利害关系的工作关系上造成懒疑 是不是我们讲的工商这个职商 我们能不能申请这个劳保的伤病给付 从上个礼拜问到现在 劳动部还是没有做出决策 亲证在家到底是不是内住院 内住院如果以现在劳保要住院4天以上 才可以申请职灾的伤病给付 内住院在家里的亲证居隔者 因为工作上而来 能不能视为劳保里面可以请领 这个职灾伤病给付的对象 到现在没有答案 立委张其路表示 教育部应关注大学法定隔离时间差问题 并公布更严谨明确且一致的国小停课标准 不同的这个休课 或者是这个学生之间 这个班级的这个不同 在这些执行面上 就会出现很大的这个问题 甚至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 所谓这个时间落差的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指 这个大学生可能在这边修了一门课 他这个有3加4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然后但是另外一门课可能又同时 那中间这样子这个overlapping的问题 他怎么样去计算等等 这些就是所谓这个居隔的 这些时间差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大学跟高中以下 他们之间这个课程怎么样去实体虚拟 怎么样去安排 然后来保障所有的受教学生的这个权益 这个地方在制度上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立委蔡壁如表示 政府要沟通政策要明确 沟通是连接政策与民众的桥梁 而立委高宏安则指出 指挥中心因加强网络的量能 避免资讯回传的时间过长 我们的网站上面呢 台湾民众男的最新动态这里呢 我们会把它置顶 就有一个确诊隔离的重点一次看 在这个一次看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所有的Q&A全部放在这里 比如说什么时候要用快筛 什么时候如果你快筛阳性要怎么办 那PC要确诊了要怎么办 或者是你检疫 再来就是居家照顾要注意哪些事情 甚至说视讯诊疗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还有很重要的 就最近的Omicron的事上是 很多的小朋友都难以了 小朋友如果确诊了要怎么办 所以大概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学生的隔离还有远去上课要怎么办 甚至我昨天接受到了一个成群 昨天新北市有一个大学 大学生一年级的家长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的女儿住在宿舍里 就是一年级住校 然后他确诊了 学校叫他要在今天天黑前要搬出去 他说他家是在台南 可是他的小孩在新北市的某一所大学里头上 然后是住宿的 然后一天内他不知道他女儿要去哪里找 能找到住的地方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通常这样子进来之后 我们会帮忙做寻找的问题 然后这样的一个Q&A 我们今天就会把它再加到这个 最新动态的这个讯息里面 其实从过去我们看到台湾在疫情的期间 从一开始到中间去平淡 然后在就是前面有一波的爆发之后 然后后来又回到这个我们家铃的生活 那到现在是整个爆发到一个 大家可能有一点觉得说 这数字已经让我们斜律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人数暴增的速率 有点追不上我们的这个认知 已经相较于之前的状况 那但是在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是科技防疫 可以来去扮演许多重要的角色 方向我们看到说有像物资类的部分 其实从前面的口罩实名制 再改版到现在用快筛实名制的方式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 像最近快筛实名制上路之后 有发现说有许多的民众 其实他还是到现场 其实有很多排队的现象 所以我想这个快筛实名制的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们未来也会提供更多 就是如何使用啦 或者是通路等等的资讯 放在我们的这个民众党的 防疫服务团的网站上面 民众党团呼吁指挥中心推行政策 要沟通 也要考量产业界困境 以及保障升学权益 拉各行各业和民众一把 如果民众有防疫相关问题 可向防疫服务小组寻求协助 一同攜手度过疫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